我自己喜歡全身都黑的話 我覺得會蠻帥的 那像小白搭白色的感覺 就會比較甜美一點點 懶得換鞋子 對 搭白色很可愛 它是比較寬的領子喔 我覺得是比較寬的領子 所以內衣的話 你要稍微選比較 就是比較領子比較方一點點 或者是你可以搭平扣的 對 也可以 我覺得搭平扣也可以 這個是特別的內衣嗎 對 運期內衣 運期內衣 所以孕媽咪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內衣是那個 你可以搭平扣的那種背心 背心 背心可以 但是browtop也可以 支撐力會不夠對不對 嗯 我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穿有支撐性的 因為媽媽的褲子 不然你會覺得它垂心 會覺得比較重 壓在肚子上面 因為它有一些就是browtop會 下面會比較有鬆緊帶 對 它那個就沒什麼支撐力 就是鬆緊帶會覺得這邊 這邊會覺得比較緊 壓到位 對對對 所以我就後來還是買了那個 哺乳內衣 想說之後也可以穿 對啊 對啊 五年前的應該都不能唱了吧 五年前的就丟掉了 丟掉了 這孩子真的花錢 我真的 想說 啊 想說不要丟 因為我 就是要生產嗎 然後我 不是我 不是我要生產 我只有認識的人 我沒有懷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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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怕我嬸嬸現在在線上 你為什麼要放鞭炮 沒有沒有 嬸嬸應該不在線上吧 我家人我家人 沒有懷孕 那就是聽說 現在月子中心 普通也最小的房間 一個晚上要七千塊 對啊 台北要 真的很貴耶 台北要七千 所以你做一個月就 你如果 如果可能住 有的人可能住二十天 的話 大部分會做滿三十吧 好像會 我是沒有住 所以我 十天 二十幾天 二十八萬 嗯 太可怕了吧 不要隨便生小孩 所以我沒有住啊 哈哈哈哈 小白媽媽 媽媽要幫她做月子 謝謝媽媽 對 感謝媽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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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洋裝 我會不會跳太快 這洋裝 這洋裝很挺 對 她的領口是只有這樣 方領 方領 有點帶宮廷感的方領 對 就是有點斜角的 那她的領口是整個排扣設計 對 前排扣設計 對 然後材質的話是比較偏襯衫綿 所以是有挺度的喔 沒錯 她穿起來很挺耶 真的 然後她是做蛋糕洋裝 就是這邊有一層 然後下面有一層 那她這個 其實她這個層都是沒有彈性的 沒有彈性 所以她這個的話 我覺得 孕媽咪的話 可能穿到 六七個月 嗯 我覺得看身高 看身高 因為她長度偏短一點 對 對 她是比較偏短洋裝 所以如果是孕媽咪的話 你要考量一下長度 嗯 因為她也是沒有做內力的 所以 因為沒有鬆緊 但我覺得限制會比較少一點 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看身高 因為如果比較高個子 你在肚子再撐起來 可能會覺得 怕你們會覺得太 短 不安全 嗯 因為我 159我覺得還好 自己要說我自己159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 你是會搭安全褲的話 嗯 就可以穿 那如果是 就是 只要當洋裝的話 你就要考量一下 你的運度 你的肚肚大概 肚尾吧 肚尾吧 小白現在肚尾是31 然後空間都還蠻有的 嗯 因為我覺得這種散洋 就是其實 比較沒有太大的限制 然後肚子這邊 因為沒有鬆緊張 所以也不會覺得累累的 嗯 所以我覺得整體穿起來都還蠻舒服的 好 就是 再大一點的時候 如果是小個子 160以下的話 應該 穿到 再大一點 我覺得都可以 對呀 就是比較 考量到那個 胸口的那個 靈口的部分 就是在 內衣的選擇上面 如果是我穿的話 我應該就會搭 那種 平口的內衣 對對對 就不用怕肩帶會不會跑出來 這樣子 嗯 好唷 好去換 下一套囉 想說讓小白穿一下褲子 好啊 穿穿看褲子 我現在就是 褲頭的風景 我現在就是比較少穿褲子 我幾乎都是穿洋裝 哈哈